他想說如果高價的話 就可以不用一路去在地下去弄 所以這個是 就是說桃園這個地方 從來都沒有被重視過 就在這裡 那你說朱立倫 就是沒有要在那邊住很久的思考 朱立倫 我在中立選過 我知道有吳家邦 吳家班 吳家班 可是我沒有聽過朱家班 為什麼原因 他沒有紮根 一個地方選舉的 當過現場的人 如果說在地沒有什麼什麼邦 證家班 或是美人班 你這樣也太為難 人家海納百川 沒有結邦 結黨 你也說人家沒有生根 他如果有的話 你也說是丁方政治勢力 不會不會 你就說派系 連吳敦義在 你看這是選現場的時候 他說吳敦義 如果南東蘇洛華離 吳敦義就完蛋了為什麼 他就問你當過現場 不要說你有拉邦結社了 最起碼你在那邊的紮根是夠的 你現在問新北市 有沒有朱家班 沒有啦 就是基本上國民黨那些組織 是表示人家放眼全台灣嗎 唉唷 真的驚訝 因為選後大家都在往前看 因為看到柯文哲有去找那個 說連勝文沒有當選 我就切副那個里長 那叫什麼台華的 李台華 台北自強里的里長 對 他就說你不要 不要切副 他是打電話給他 然後他有跟他講說 你留著生命 八年後看我有多好 講得很好 對 八年後 你看著台北市有多進步 沒有 宜院四年了 沒有 因為他講說八年了 他有信心 他有信心 那我是說 柯文 其實讓你那麼多票也是託付 對 當然 你後來你希望大家看到 你的信心有什麼表現 其實很簡單 我覺得就是一個專業 然後強烈的問政 其實大家也不用懷疑 你會跟朱立倫說好大不要走 絕對好大不要走 因為我其實我這個人很理性 我們也覺得不會謾罵 不會隨便亂批評 但是我說真的 我看到朱立倫真的 不由自主的騎檔你知道嗎 那種騎檔不是莫名其妙 你看到無尊的騎檔 你看到無尊的騎檔 不是 我們那種不是 不是 我舉例來講 因為像真的像我選前 你看他他到底有多強 我其實也不相信 我選前一天 因為他趙勢完會 竟然不讓在野黨辦 我實在是心裡很難接受 我就宣傳車開著 我就到那個市府廣場 他周圍這樣喊 結果才喊一下 我也不過一支麥克風而已 這樣喊一喊而已 你喊什麼 我就喊說朱立倫恭喜你 金正恩做不到的事情 你做到了 結果裡面這樣警察 他就緊張的要事 全部衝出來 警察是在問你 什麼事情 金正恩做不到 我們的市長做到 我當然前面有一段敘述 我說 全世界沒有一個民主國家 敢去阻擋在野黨說 這樣的一個選前造勢完會 而且你說 尤其昆的會影響到交通 你做一輪辦的 難道不會影響到交通嗎 所以我覺得這個 當然大家看不下去 我就拿著麥克風 麥克風是我的武器 我也沒拿機 但什麼都沒有 就這樣喊一喊 喔 今年我要死 那表示什麼 表示你心虛 你心虛 第二個講到這個 我倒是有一個 我其實要希望你好好去 去處理追蹤 這個一定是 這一個大事情 大事情 這大事情 你這條如果追就好 你們家要選嗎 蛤 蛤 蛤 有可能有機會 克少起座 沒有 我其實 我選舉也遇過很多 很有趣的事情 我有一次喔 這個 這個不是說你相不相信 反正我就講一個實情 那個就是你看什麼 今天剛好有這個精神科醫師在那邊 你說我以前看人家起床 我有時候覺得 會不會表演 我真的有時候會這樣質疑 可是有一次我去拜訪一個公廟 就像這樣子 我跟鄭大哥很正常在交談 交談到一半 突然那個人喔 眼屍就開始泛紅 這邊就開始微微顫動 然後嘴角喔 就這樣微微的一直往上仰 我想說 海啊 狗狗狗狗狗狗 等一下中方要怎麼樣 是不是這樣 結果不是 我就這樣很正常跟他交談過程中 他趕快起床 你知道嗎 起床我就 我現在就怕了 因為 我們旁邊都吃吃吃 旁邊的人 就開始說 啊 師傅來了 師傅來了 你一起床所以代表師傅來了 師傅來了 他的師傅是 志工 志工 志工才叫師傅 而且更誇張的是 他本來跟我講話口音 就好像突然 無樂天變成好伯春 你知道嗎 聲調都不對 他本來就是很一般的這個 一般的台語 很很 就是那種 講台語 對 講台語 就突然變成那種很道地的那種香音 北京話 就是那種歪神槍北京話這樣子 哇 那整個起床 你知道那個時候 我們好專人其實碰到那種狀況 我不是說怕死不來 怕死不來 旁邊都是我們的錢是吃的 一般人如果說一句話說 說不定 我看你是不會上 我不怕大家的信心 我很緊張你知道嗎 結果我就 你回家吃飯了嘛 我那時候心裡一直 拜託拜託 黃明化 溝通一下 結果還好 他說 你有天命 你有天命 而且他為了 真的那個也很神奇 他真的用眼罩 用紅布條把他眼睛包起來 眼睛變紅以後 然後 對眼睛變紅 用他整個用紅布條包起來 而且還戴個墨鏡 那個墨鏡他怕我不相信 還說你看看你看看 戴上去真的他看不到 結果他可以在這麼遠的地方 拿那個土豆這樣 然後就 真的吃下去 真的就丟到他嘴巴裡面去 你們可以回去試看看 很遠的地方就這樣丟 然後眼睛看不到 眼睛看不到 你很久了 然後他還叫我試看看 還叫我試看看 我沒有一次丟到 他有跟人問說你有相信你嗎 有 他有問我 他說 看起來你不太相信我 我說沒有了沒有師父我沒有 你也覺得不是 他哥哥哥哥哥 某哥你的心情我可以理 可是真的喔 因為其實那個時候 你在乎不是說你自己到底 有沒有覺得 你跟他說你相信 他就認為你相信了嗎 沒有 我跟他說我相信 他說你不相信 還滿準的 可是後來我就覺得 這個就是一個很神秘的現象 沒有啦 他是喔 要讓你相信 他說了什麼 你有信心就是什麼 他說你有天命 他說 你有天命 然後說叫我要去 拜一下什麼 玉皇大帝 拜一下土地公 然後把這個天命承接起來 這不管這只是一個他的說法 但只是說 我說選舉過程 會遇到很多很有趣的事情 像這個就是其中一個 你不再繼續問問 師父 天命是指總統還是 你不要想來 不要想來 不要想來 臺北 臺西北訓議長 真的讓你告別動 你有遇過嗎 謝謝 很感很感 同意的啊 不是 不是 我那個也是 所有中國歷史 靖民 剛才有天命耶 你有沒有啦 我們也有天命 沒有 雖然沒有說像一樣 和某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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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 光是那個公子 宰相對眼前場 敬廣告 天命 既然是命 既然是命 既然是命有命長命短 不管怎麼樣好好做 對不對 那你遇到的是什麼神 我遇到的也是賽夫 師父啦 師父啦 在我們那個濟公師父 他是也是在我們家那邊 一個文池公 公廟不大 跟他一樣 講話講到一半 他就開始踢擋 然後也是周遭的信眾 就說這個 輸來了 輸來了 然後後來 他跟文汶講的 類似大同小 只是說你有機會 他跟我講說我有機會 然後說好 你咧 我說喝什麼 他就前面擺著一個葫蘆 葫蘆裡面我以為是水 喝一口 都是酒好濃 氣功都沒喝酒啊 很嗆你知道嗎 然後他說 把他喝完 那整個葫蘆喔 整個葫蘆我想說阿眼啊 那又那麼多信眾 三四十個不好意思不喝 那師父就說 喝掉他 有機會 然後我就 那個硬著頭皮喝喝喝下去 喝完了之後 他就送我一個這個 佩戴 喔 還蠻漂亮的 濟公師傅 哇玉耶 那一瓶值得了 這一個 他不是送我 他是借我 我要還他 他說帶著這個 因為那時候剩下四十天 他說存四十天 他說存四十天 他說帶著 你說得太快 存四十天 存四十天 不是存四 逢兄化吉 然後到時候選完之後 再回去 那要包到好 包還他 對啊 我還沒還啊 聽說後面很多人在排隊 這個 這個見很多人在掛 這是本來是師父 他脖子上掛的 再買三個 對 這是他借我的 因為我也不知道 要還 因為要去還院 那你帶這兩張來幹嘛 這兩張是一個 這個外神的老伯伯 他是一個 我的這個 我可以說是追星組 一個粉絲 就是我旁邊這個 李根森 李老伯伯 他今年已經八十五 八十六歲 這張競選總部也是 他幫你拍的 對 都拍得不錯 他是專業攝影師嗎 不是 他自己很喜歡上網 他也是網路世代 八十幾歲 八十五 六歲 他也是我們的表妹族群 王軍 今天如果是一個十五歲 二十五歲的李滴妹妹 他常常上網 然後常常跑來跑去 然後會拿著數位相去拍 拍完之後自己去洗相片 然後把框弄起來 然後送給我 然後自己去上網路查 我一點都不會訝異 因為這是年輕人會做的事 可是一個八十幾歲 已經做阿公 做爺爺的這個老先生 他本身是大陸恆南 他是當年參加那個韓戰 抗美援朝 抗美援朝志願軍 他身上有刺青的那種 對 然後這個 而且血染國旗 然後就是說一定要來到台灣 投奔自由這樣 然後後來住到平鎮 我們三十亭那邊鎮 我幾乎在我那個地方 辦了一些座談會 說明會 肇事活動 他幾乎常常都會碰到他 他會騎腳踏車來 你這樣選舉花多少錢 我花的錢大概五六百萬 五六百萬 對 這樣算不多 我自己的存款 兩百萬嘛 然後再加上去募款 對啊 政治現金啊 監察院開那個狀況 一直募款一直募款 不到三十萬 對啊 那博文大概可以拿一百萬 就多票嗎 大概可以拿一百萬 你可以拿一百萬 因為三萬五千票啊 哇 板橋人口很多耶 大選區嘛 板橋人口二幾萬吧 我花可能比他多很多 因為我還有初選 初選就花很多 初選廣告什麼的 初選 啊 正確金額真的還算不出來 因為我就說後續 後續那些帳單才會進來 不用擔心啊 都沒有人比連勝文多啦 對對對 跟連勝文比就太誇張了 我跟鄭大哥講說 我如果有連勝文的千分之一 萬分之一 大概就可以選得 並沒有給我真的 所以連勝文他卸票 他必須要跑到中文黨部去卸票啊 因為黨聽他花多少錢 沒有 連勝文沒有去卸票這個事情 我覺得很嚴重 我覺得喔 不管你當選 不管當選落選 你都要出去卸票 對選民感謝 真的 因為你落選人家 還是有投給你啊 他也有六十幾萬票啊 對對對 因為他想打不一樣的選戰吧 有啦 後來有臉書卸票 對啊 可是我不管怎麼樣 我覺得 那你卸票了嗎 卸票了 卸了兩天 你怎麼卸 就是車隊這樣繞 你怎麼卸 車隊要繞 先第一天要繞 然後第二天也是要繞 然後後來因為開始上班 這禮拜禮拜 然後就是要針對一些社區 那接下來因為馬上年中了 會有很多社區開住戶會 你要去跑 我要去跑 因為我先是大範圍的 可能沒有像板橋那麼大 先是大範圍的市區 因為我也是很大 46個里 不可能一下跑完 然後再來就是各個里 後來有幾個里長 他們自己辦了 我也去參加